如果要选一种运动,能让无数健身爱好者,闻之心惊,弹之色变,那绝对要属有氧了,不管是文青级赛地,豆爸,抑或是粉青大本营,贴吧,甚至是吃草药丸的,知乎,到处都能发现,讨厌有氧运动的健身爱好者,强大如小力王,都把不更是贫的理由归结为讨厌有氧,由此衍生出来的调侃, 更是层出不穷,就差登高振臂而苦,有氧稳出健身圈了,做了七分钟有氧之后,那么你有没有想过,从国内到国外,从菜鸟到高手,为什么这么多人,讨厌有氧运动呢?实际上坚决感觉,这里大家所说的讨厌有氧,更多的只是调侃,重点是要表达对力量训练的偏爱, 至于为什么会这样,看看热爱露铁的老外们做的,有氧臀和力量臀的对比图,各种人游就可见一把,力量训练的好处,坚决已经重复好多遍了,先天上的一些身材短板,后天想要天然无天家的改善,主要靠的就是一些氧训练, 如果你建了健身房,只是执着于跑步机,动感单车等器材的,有氧燃之效果,很可能就算减到自己满意的体重,身材却始终扁平寡淡,特别是,如果你想拥有,一个玲珑有志的翘臀,有氧真的是臣妾做不到啊, 不过呢,这个以训练成果论输赢的方式,还不足以成为,无氧口碑上大败有氧的关键,毕竟乔腿虽美,动口碑偏好这事儿不能想求,有些人真就欣赏不来,他们不求虚线只要苗条,进了健身房就是创建人之,然而,无氧又没有燃之效果嘛,出进健身房,很多人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,仅限于自命以死, 以为他们是两个对立面,实际上,人体是一个循环系统,不管有氧还是无氧功能系统,是在静止还是在运动中,所有的功能系统都是同时在运转的,我们很难去说,某项运动是纯有氧或纯无氧运动,更多的是它偏向有氧或偏向无氧运动,所以那些被我们归为无氧的运动,也能简直,有氧运动虽然可持续的时间更长, 但时间差出比也更低,无氧运动虽然持续时间相对短,但往往存在过量氧耗,还有增加肌肉所带来的代谢增加,无氧的确有一些自然,但高强度的无氧效果不比有氧差,在配合上低碳水,低油,低盐的饮食,替代有氧的简直效果没问题, 加上普通人分配着健身的时间,一般不会太长,但进行一次有氧,上跑步机,动感单车,没有个半小时都不好意思下来,比起橘铁带来的爆棚快感,一些常规有氧过程,单调无聊可称接耳, 再加上一些,是体重为生命的增击困难的人士,讨厌有氧耸耸肌肉,这些都构成了人们对力量训练的偏爱,看到这可能有人会觉得,那干脆像前面说的, 让有氧滚出健身出可好,事情当然不可能这么简单,有氧运动需要大量呼吸空气,对心,肺是很好的锻炼,可以增强肺活量和心脏功能,想要全方位健康的话也不能忽视,很多大击霸虽然,一口一个马泽宝克的控宿有氧, 但还是会老老实实地地把它加入自己的剧练计划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